大家好,歡迎收看房大叔大河 今天房大叔要為各位介紹的是 位於藝文特區的竹城大河 竹城大河是幻屋族的首選 當時建商在推案的時候 推的就是52坪到72坪 均值單一性的一個釋放性的產品 那本身因為社區沒有小坪數的部分 所以投資客非常不少 社區賀奇官委會所舉辦的一些活動 社區的參與度也非常好 社區本身來講 有一個700坪的一個中庭的日式花園 再配合上一樓的基座一個食材的建築 然後同德六街的一個回車道 營造出來竹城大河的一個氣勢 往社區的右手邊走 我們可以走到我們的藝文宅的中心 這裡擁有全台最美的一個圖書館 包含以後的國賓隱城 還有保護公司 這裡本身也是一個公園最多的一個區塊 像我們的親子公園 藝文公園 環保公園 讓你在假日的午後 享受一個悠閒的一個時光 同德國小跟同德國中 為我們這裡的雲心學區 許多人買進藝文特區 就是為了這兩個 本身藝文特區就是我們的當行區 這裡鄰近我們的星巴克 區城市 鮑亞 包含我們的銀行 包含中邁新天地 也包含我們日常的採買的地方 南平環運市場 這裡真的是小吃淋漓的一個地方 那交通的位置 走的就是我們的G10跟G11站 然後包含就是中正路上的 往台北的一個公車 是非常的方便 回到我們的房子 我們今天介紹的房子的總評數為 72.27坪 為四房雙車的一個產品 那房屋的評數為51.85 那車位評為20.42 位於11樓的一個6樓 但是它卻有擠瓜 屋主要賣的價格是2780 就算是4樓 在我們一間很正常的家庭 有一個人家庭 一間很正常的家庭 2樓的工作 一間很正常的家庭 那麼十分 一間很正常的家庭 那家庭 有一個生意 第五個家庭 有一個雷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